猪叫鸡还是有点本事的 13只小鸡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只是损失的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然后他现在还在带着这些小鸡呢 带着小鸡在这里休息 他自己也在梳毛 梳得好认真呢 哎呀 我讲话吓到他了 山上的鸡在抱紧 他听到山上的鸡在抱紧 所以警惕起来了 看猪叫鸡 这小脑袋四面八方都看一看 没事了 没事了 他又继续疏毛了 还挺爱美的 他的翅膀被我剪掉了一点点 就是飞鱼那里 不然的话他老是乱飞 飞到隔壁去吃我的花 还有那些草坪 这只猫宝鸡挨着他妈妈 一起在这里梳毛 看看猪叫鸡现在还会不会叫他的宝宝吃饭 勾勾 勾勾勾 快来 拿一点稻谷测试一下 拿高一点 让小鸡够不着 只有猪叫鸡能够得着 他还是会放到地上的 看 猪大了他就会放到地上 上个月13号 破壳的小鸡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他的母爱还是这么充足 你开始吃了 偶尔自己还偷偷吃了 爱宝宝的同时也要爱自己 还是会撒到地上给宝宝的 猪叫鸡真不错 母性很强 而且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带小鸡小鸭了 我之前带过一匹小鸭 什么他都带 但是看他脸红红的估计也快要恢复下蛋了 一般母鸡恢复下蛋了之后就不带小鸡了 好了 一起吃 一起吃 小鸡肚子饿了 倒骨 没煮熟 他们也不嫌弃 现在还没到饭点 不过也快了 没了 没了 没有了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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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了 真没有了 你别走 你别走 花罐小鸡 这只小公鸡 它的鸡冠像一颗黑桑圣 所以我叫它黑桑 它的外号就叫黑桑 它也是随便让人抓的 这锅小鸡都还挺亲人的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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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兔头小黑鸡的这些小鸡体型都好大 比那些黄色的小鸡要大好多 这只应该不是它的宝宝 因为有几只是山上的种蛋 像站着的那一只 就是山上的那些种蛋孵出来的 串串的宝宝就是体型比较大 因为串串本身体型就很大 有两三只体型特别小巧的 估计就不是串串的仔 哎 现在小鸡们开始确立地位了 那边又打起来了 哎呀视频看完了 点个赞吧 往这边就放在那边就有个小管就看完了 大家这边就放在那边就看完了 再次按下 再次按下 谢谢大家 好了